狭窄的道路上停满一整排的车辆 造成汇车时相当拥挤 为在大甲火化厂前 因为周边的停车位严重不足 只要遇到几日时 就会涌入大量的商障车队 造成交通大打结 有地方名代接获陈勤 特别到厂汇看 这边的需求 至少要几百个停车空间才够 那目前它只有几十个停车位 所以很多商家的亲友来 他就到处停车 然后找不到停车位 大家骂声黏黏 那这边有一块很好的地区 几乎大部分都已经牵涨了 这个地方就可以来规划做停车场 这可以停个几百辆的车子 除此之外 最让当地居民气愤的是 为在纳谷塘外面的金炉 因为没有采用环保设施 只要燃烧金子 就会冒出大量黑烟 长年下来严重影响空气品质 尽管多次遭到地方投诉 仍不见任何改善措施 收金的焚化炉 它没有做焚化炉的设备 它就是一个金炉 每一次燃烧金子的时候 就是严重污染 对此市府也表示 将请建设局前往会看道路 进行评估规划 并且编列预算 把闲置的土葬区改为停车场 改善车位不足的问题 另外对于空污情况 也将设置金子集中箱 向民众宣导集中代烧措施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